聽說立院今天有假洞 那所以委員本來預定的行程 今天是要來到這邊一起來談 地方上面的空污的問題 那因為立院假洞的原因 所以他今天就不能來 那有考慮到說因為最近他來 他的意思比較多 會怕來了之後摩古焦點嗎 主要是因為假洞的原因 假洞沒辦法來 所以他等一下會在立院嗎 應該是在立院 因為我們今天接收到的訊息是說 他今天因為立院假洞 所以臨時沒辦法來 會不會擔心他來的人會不足焦點 大家可能把焦點放在他手上 他的部分我想他如果來了以後 他也會給大家一個很好的解釋 會讓大家知道他在這件事情上面的態度 我想他會很清楚的表達 因為台市長也是希望他能道歉 那您的看法呢 是我想那個委員他自己會有一個判斷 那該怎麼做的話 委員他自己 我相信他會出來跟大家來做說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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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